记念白琪恩 1939年12月21日 白琪恩平治是加拿大共产党员 五十多岁了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去年春上到连安 后来到五台山工作 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 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当作他自己的事业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 要拥护殖民地 泛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殖民地 泛殖民地的无产阶级 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世界革命还能胜利 白求恩同志 是实践了这一条 列宁主义路线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员 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 要和日本的 英国的 美国的 德国的 意大利的 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 还能打倒帝国主义 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 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 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 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精神 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 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不少的人 对工作不负责任 年轻 怕重 把重担子推给人家 自己挑轻的 一事当前 先替自己打算 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出了一点力 就觉得了不起 喜欢自摧 生怕人家不知道 对存志 对人民 不是满腔热忱 而是冷冷清清 漠不关心 麻木不仁 这种人 其实不是共产党人 至少 不能算一个 纯粹的共产党人 从前线回来的人 说到白求恩 没有一个不佩服 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 说感动 进查记边区的军民 反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 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 无不为之感动 每一个共产党员 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 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 他以医疗为职业 对技术精益求精 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 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这对于一般建议思迁的人 对于一般积国技术工作 以为不足道 以为无出入的人 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 只见过一面 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戏 可是因为忙 仅回过他一封戏 还不知他收到没有 对于他的死 我是很悲痛的 现在大家纪念他 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身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从这点出发 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机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